大家好 现在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这一款二代雷达金雕 二代雷达金雕是有六个探头 我们标配是有标配三个面部探头 首先这几个探头有什么作用呢 1.5是打在我们的表皮层去皱的 3.0是打在我们的真皮层去激发我们的胶原蛋白再生与重组 4.5是打在我们的肌膜层收紧的 这个4.5头的话是做胸部的 8.0跟13的话是做身体的 瘦身瘦型的 接下来教大家怎样去安装和操作 首先插上我们的电源线 然后装上手柄 手柄的话这里有凹槽要对着凹槽 好这边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的话一定要拧紧它 拧紧它就可以了 好这边按开机键 好按开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开机界面随机点一下 就是进去我们的一个操作界面 现在听到仪器一个报警声的话 是显示我们的一个探头还没有装上 对着这里 就没有报警声了 这个操作界面 这个操作界面 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探头 识别探头 装上哪个探头就会显示哪个探头 这个是探头一个总发数 这个是暂停键 这个是操作多少发 它会计算多少发 这个是探头剩余的发数 这个是启动键 这一字里的话是调节能量的 这边是调节频率的 一般我们建议的话是 调节能量是7到8之间 频率的话是7到9之间 根据客户的感觉去调 接下来我们准备操作 我们的操作流程是由深到浅 首先操作4.5探头 操作之前的话一定要先涂抹凝胶 现在操作4.5探头 先涂抹均匀 4.5探头的话 操作的误会的话是在脸颊这一块 操作到法律纹的话 尽量去外扩它 现在开始操作 以打圈的方式去同时向上提拉 然后打到法律纹这一边的话 尽量去外扩它 我们一个探头的话 我们一个探头的话大概就是操作 2000发左右 现在2000发大概就是 走完之后的话我们的接着去操作 3.0 3.0的话也是同样的方式 就是以打圈的方式 同时向上提拉 3.0操作的部位也是在脸颊 脖子4.5都可以操作 还有额头这一块 现在开始操作 每一个探头的话大概就是 2000发到25发左右 然后现在假设就是3.0的话 打操作完了 接着我们是用1.5去操 现在操作1.5 1.5的话操作的部位的话 脖子这一块脸颊还有法律纹 还有额头这一块都可以操作 我们操作同样也是以打圈的方式 以打圈的方式 法令文竟然去外扩它 还有就是说 我们操作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避开 太阳穴还有发际线这里 眉头中间以下的鼻子 还有上唇下巴 还有就是说 脖子这一块要操作的话 尽量去避开大动脉这一个地方 这一步的话探头 尽量不要去按着这个按键去拔探头 还有装的时候也不用去按的 就这样装上去就可以了 不要按着按键 下楼 下楼 感谢观看